我們今天聊的是8月14號起 說是連續發了三篇文章 痛批中國跟習近平 他禮拜一才剛寫文章 痛批中國 這一個貝萊德大量的投資 同時他也要求美國國會兩黨 應該全面禁止投資中國 結果今天貝萊德就得到公告許可 可以在中國募集資金了 然後同一時間環球時報回嘴論 現在胡錫進的新說法是 索羅斯是全球經濟恐怖分子 索羅斯最近這段時間 連續對於中國的狀況 中國的經濟狀況 習近平的狀況連續開砲 說要美國應該禁止對中國投資 應該要撤出中國 然後習近平是獨裁者 然後共同富裕不是好現象 連續開砲之後 習近平當然還沒講話 但是胡錫進已經不忍了 胡錫進已經跳出來了 專門痛罵索羅斯 就是全球經濟恐怖分子 他是個陰謀者 他是世界上最邪惡的人 他是撒旦的兒子 這篇文章寫得這麼落落層的 痛批索羅斯 痛罵索羅斯 而這痛罵裡面 他還特別的去講說 其實很多對中國的批評 都是造謠 而這個造謠單位是 跨國主持人權觀察 他說這裡面又是索羅斯的陰謀 他說因為索羅斯是人權觀察幕後的金主 再把索羅斯給偷罵一篇 最後呢 他們整篇裡面告訴你說 你現在要脫鉤中國 你現在怎麼樣 其實他拿出了六年前 索羅斯在紐約書評裡面講的文章 他拿六年前的是說 你索羅斯會看走眼呢 因為當時你索羅斯的文章裡面 是講說美國應該要明白 如果用零和的思維看待中國 也許美國會得得比較少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全球最大對沖基金 喬水基金的創辦人呢 達里歐也特別講說 他認為中國和新加坡的機會 不容婚事 他認為說共同富裕 他把解釋成叫做共同繁榮 所以這會是中國開始有 慈善事業的起步 所以他也不會去放棄 可是在這個情況裡面 很多人就看到說 這種態勢會成為習近平 跟全世界經濟脫鉤的總加速師 又會在這邊會繼續前進 為什麼呢 最之中的澳洲前總理陸克文 就想說 因為中國會高 一向認為說 他們潛在的市場規模 非常有吸引力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習近平他就會在這個情況 繼續向左轉 以免再次被美國脫鉤 而是他要掌握主動權 不要被你脫鉤 然後前WTO的秘書長拉米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習近平會加速跟世界脫鉤 他會是全中國跟全世界經濟脫鉤的第二顆引擎 會繼續往前衝 那中國美國商會的那個會長呢 麥喬達也說 其實現在裡面狀況是什麼 中國真的對自己高度信心 他舉了一個例子 有一次王岐山跟幾個德國的CEO 在那邊吃飯 在那邊講話 那些德國的外資的CEO 會開始抱怨 說在中國有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王岐山就說 我不想聽 你們不用講 你們這些外資來了 都說有很多問題 但是你們 還是一定會投資我們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在這個形勢之下 全世界這個情況 總加速師 他會繼續的往他的方向走 繼續的向左轉 自己來脫鉤 不要被脫鉤 而這個情況裡面 就看到整個中國 真的是監管的越來越多了 前面的時候 他們開始要是 對於飯圈文化 要開始管理 所以趙麗穎 他有九千萬個粉絲 他的工作室被注銷了 現在傳出來有六百六十個人的名單 他們工作室都被注銷了 然後裡面有四十幾個人 被列出名字 包含了林心如 包含了林一誠 鄧超 然後黃曉明 這些人都被注銷了 然後繼續管的是什麼 大家的學校裡面 都要好好的學習習知識場 就他們點名 三十一所高校 北京大學 復旦大學 上海交大 你們這些學習習知識獎 貫穿紅色思想的工作 做得不到位 三十一所高校 也被中國點名 你們要好好的學習習知識場 把你們的資源 好好的貫穿下去 徹徹體體 紅色思想要貫到你們 三十一所高校裡面去